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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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掌聲歡迎戴口村老師 跟柯義執行長 今天帶來的這邊可以講座囉 台北的問題就是 很多人他自己原來不是台北人 來到台北生活非常久的時間 好像也不認識他是台北人 然後對台北常常也相當的無感 所以講到這個台北城我想 還是不能單純就直接了當切入講這個城 因為我們知道台北的行程其實非常重要 是因為那個淡水河系 然後形成這樣一個台北盆地 然後淡水河系提供了這個早期平虎族人的活動 就是靠著水運 那漢人來了以後呢 利用這個水資源去灌乾 灌乾之後 1760年代水田稻作化大概完成 所以那個街道完成以後 北部的米就大量賣到中國大陸去 那 墾地的內部就是新莊是最早形成 所以那個新莊有它的含義 可是右岸這邊因為本來就有這個 援漢貿易的停留點就是邦嘎這個地方 那可是台北市比較大的變化其實事實上是19世紀 因為1860年開港通商 那開港通商就是貿易量改變 原來是比賣到中國大陸 但是1860是北部的茶跟張腦出口 這個經濟價值高 然後核印又逐漸改變 本來是新莊後來是邦嘎 後來就逐漸轉到大道成 所以你們知道我們現在常講一戶體都殺邦嘎 那這句話你叫新莊不要這樣講 因為會被新莊人K 因為新莊人始終都說一戶體都殺新莊 因為他們認為新莊是真的是台北本地比較早興起 其實這個也是真的對 那台北越來越重要才讓台灣的行政地位翻轉 因為我們知道北部的行政中心大家也了解 淡水廳不是在現在淡水 是在新莊 在新竹 那其實在新竹 可是台北這邊基本上只是它因為經濟的發展 還沒有提升到可能給台灣的行政中心 可是因為1875年就改變台北就設了台北府 那台南就變成台南府 所以等於在1870年代我們台灣的行政中心 北部越來越重要 可是我們要了解傳統的帝國 它的行政有一個象徵物 就是一定要建成 那時候北部的行政中心還是在新竹 那台北本地是經濟地位一直提升以後 然後再加上外部環境的改變 那清朝真的才注意到北台灣 然後把台北府就設在我們現在台北這邊 可是因為各位了解 府是比縣還要高 結果縣都有成了 那府怎麼可以沒有成呢 所以在1881年開始 就開始籌備要建這個成 那時候由福建的巡捕陳玉英開始推動 那1882年終於正式這個 這個興建這個台北成 然後剛老師有講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1860年代開港通商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當時開港通商的時候 其實蒙甲還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商商 因為它的交通位置非常好 那為什麼大高層會後來取代超越蒙甲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在導覽的時候 常常拿出來分享 因為現在大家去大高層也會發現它變成不一樣 但是變成不一樣 就有一些東西 那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好像新的產業或新的人進來發展 它不一定是好事情 但是從另外一個展出發展 它有時候也是一個好的事情 那我們就從1867年的租屋事件來講 因為其實我個人認為 就是你看為什麼蒙甲或是新莊 他們可以變成台北本地最早的一個港復 其實是因為它有一個交通便利之便 它就在合遇的交回處 但事情一看它都可能並沒有 那它沒有這樣的交通便利之便 它為什麼可以取代蒙甲 其實關鍵是在它 它願意接納新的一些想法跟產業 然後讓它進來發展 所以1867年的時候 江道就是那個 應該講它是蘇格蘭的一個商人 然後他來 當時是1865年其實就已經來了 他從淡水然後到大道城 到蒙甲等等去考察 然後他找了那個李順盛 他們來1867年 其實他們那時候已經開始 慢慢引進福建的茶農 到台灣北部中茶 然後他找了那個 然後他們決定在蒙甲 他們其實一開始在蒙甲先設立 第一個茶葉的工廠 然後也租了房子 跟蒙甲的皇家 那個來租了房子 對 跟1867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租了房子以後 可能影響到地方的利益的分配 所以被蒙甲提幫士生 還有結合官府的力量把他們趕走 那這叫租事件 那後來他們租事件 就是結束以後 他們後來找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找到大道城 那所以他們選了大道城 開始做茶葉貿易的生意的時候 才販轉了整個蒙甲跟大道城的一個位置 因為茶葉的經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到後期新台灣其實台灣的大部分的外銷部 其實以茶葉為主 那我覺得這個不只是蒙甲 大道城取代蒙甲的一個經濟 甚至其實也影響到整個台灣的商業作品 剛好講從台南專網台北這件事情 在茶葉的關係 講到水我就比較有活力 那個其實我們了解就是水跟人的關係 其實非常的密切 所以我其實一直常在講台北 台北跟淡水河是三部曲 第一階段就是台北這邊的人跟河是相依為命 你看那個 你只要去看他那個舊地圖 我們後面有那個王嘉英老師新的書 你去看他早期的那個 台北盆地你留意一下那個平埔的舊色 其實都是在水岸邊 因為他這樣來往交通方便 所以 然後漢人來了也是一樣 因為早期的陸路交通很不方便 所以 利用水源 然後利用河運 因為 各位了解 台灣大多數的河川都不能夠行船 但是台北盆地 這三個河系都可以走船 你看基隆河最上面可以走到暖暖 暖暖再上去就走那些什麼翻越古道可以通往宜蘭 然後我們新電溪你看進來以後 新電溪本身早期的船可以進到壁潭更上面的驅尺 那景美溪可以一路走到石町 這個就是我講的 人還是想要跟水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已經回不去了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去全世界去看 從亞洲的曼谷到歐洲的倫敦巴黎 全部都一樣 都是水岸的都市 我們租過一系列跟淡水的流域的那個導覽 我覺得這個原因反而是跟老實講反過來 就是 我剛才有在做 一開始台北山谷 我們只有從大歐城的導覽開行 然後因為我們有做中文 中英日山語都有做 所以我們會接待一些外國人 那常常會碰到的就是 當我們跟外國朋友介紹大歐城旁邊就是淡水河的時候 那外國人嚇一跳 他完全不知道台北人哪一條河 因為我們從來都 台北的城從來都不給外國人做過 我們有一條河流在 他只知道101 他只知道向山 他只知道中英健堂 只知道互動 他從來不知道台北一條河 這個是一個非常諷刺的信用 因為有時候在那個 比較靠近河邊 台北山都有一些標語 什麼台北水岸城市 我就覺得 就很想把那個招牌拆掉 但是我們自己的台北人 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意識到 其實這個大度會去 其實是有淡水河運輸 所以我們也沒有機會去告訴這些外國朋友 那個關於交通的部分 我覺得有一個 我自己的觀察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你去看浪港 不論我們現在想到蒙甲 第一個應該通常會想到龍山寺 對不對 你會想到龍山寺 那想到龍山寺 那想到龍山寺 大家會把他當作是 現在我們對於蒙甲的一個重心 可是其實龍山寺在蓋的時候 他其實算是浪港比較邊緣的地場 捷運彈蓋好以後 大家就是捷運彈出來 他就在龍山寺 那在捷運彈之前的交通是什麼 是鐵路 火車 火車站也在更南邊 南邊一點 那所以那時候就有發展出那個 大理街服飾商圈那位產業 但是在更早在河運的時候 其實蒙甲的核心就是在貴陽街 黃格南路那一帶 所以他其實這個街市的方向 是會跟交通運輸是有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 台北城他城門很多 但是北門那什麼相關的位置 以及後面交通的一些演變 讓大家發到一些重點 因為這個城要講故事非常的多 可以台北城企業 好 我先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來看 謝謝 感谢观看